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击 中共借机攻打台湾的几率有多大 台湾从俄乌战争中学到了什么 俄乌战争的结果对于中共决定攻打台湾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美国两个代表团访台 对于台海局势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期特别节目 新田是专访了一位来自台湾的军事战略专家苏子云 请他分析相关的问题 台海战场这是我们刚才讲是一个海空的背景 比乌克兰这种地面战更为复杂 最重要的不只是支持 而是自己要展现防卫的决心跟意志 苏子云是目前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军事战略及产业所的所长 苏先生您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是 主播好 大家晚安 好 首先 罗罗斯入侵乌克兰 全世界的眼光不仅是在关注乌克兰 同时也在关注着中共 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借机攻打台湾 那么台湾自己认为这样的几率有多大呢 是我的观察是机会几率非常的小 原因在于中共的战略文化 或者是说现实状况 他们不会去冒险发动一个战争 毕竟中共是最现实的一个 就是现实主义者 从他的战略文化强调了所谓的 不打没有把握的战 那到现实状况就是他要渡海作战 这难度是比俄罗斯直接跨越边境 进入乌克兰难度来得高 非常的容易被台湾所击溃 那如果就是他的攻台的作战失败的话 这对中共来讲将会是一很大的政治灾难 所以我想这种几率就非常的小了 但是最重要台湾并不会说就此掉以轻心 台湾的国军有很多的反突袭的一个计划 跟准备 那在乌克兰的这个现实的情况提醒 跟那个启示之下 我想我们的这些 就是防止遭到突袭 这种就是准备会更为完整 简单讲一句话 我觉得中共它发动战争是不计代价的 可是中共不能接受的是 所谓的这个风险 那这一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评价的依据 所以不管是现在2022年 中共它今天开始所谓的两会 到11月间它要开始的20大 或者是说2025年 或者是2027年 我想最关键的不是掌握在中共 它的那个手里 而是台湾自己 就是你投入多少的防卫的能力 这样子才可以真正的做到嚇阻 这个是我觉得是硬道理 目前的俄乌战况 您觉得台湾从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 第一个我想就是这些威权的政府 他们是不可信任的 特别是莫斯科跟北京 他们都是一个比较就是军事扩张的一个主义 他们比较迷信所谓的硬实力 这个hard power 我觉得在现在的世界 就是这个民主阵营 应该要提高警觉 那事实上这一次等于是普丁 他也团结了北约 这次过去就是 北约他们的领导人 就是几十年来很难做到的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我的观察是 从乌克兰方面 我们也得到一些启示 就是对于这些国际的盟友来讲 最重要的不只是支持 而是自己要展现防卫的决心跟意志 这样子才有办法就是在第一时间阻止这种军事的入侵 这一点我是非常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讯号 外界确实看到了乌克兰从总统到平民 都有着一种抵抗俄罗斯入侵 保卫自己家园的坚定的意志和决心 那么在这一点上 台湾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是主播今天正好是台湾的 就是周末 那台湾在这个周末 就是启动了这个后备军人的一个教招 就是所谓的referential training 这个部分 这其实就是台湾它在强化自己防卫力量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觉得就是台湾比乌克兰幸运多了 就是除了地缘政治上面是更为重要 同时在战场环境也跟乌克兰不一样 我们知道在乌克兰是所谓的地面战为主 这个叫做所谓的那个 那在台湾这里是海空战场为主 叫做she warfare 所以台湾的防卫的这个弹性 跟时间会比乌克兰来的就是幸运 第二个就是也是台湾比较幸运的 早前是香港提醒了台湾就是 对于中共是不可以存有任何的一个幻想 这提高台湾人的一个就是戒心跟坚守自己民主的一个信念 那这一次乌克兰人又用他们的生命提醒说 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我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除了就是接收其他民主国家支持的讯号 像是在周四的时候 就是由这个四方会谈 他们重新就是在强调 在印太这里不容许有这武力改变现状的事情 重新的在这里变成一个威胁 那同时就是台湾也会就是更加的强化自己的防卫的能力 因为我想就是只有实力才可以确保和平 普京出兵乌克兰的一个理由说 是要保护乌克兰东部的顿尼兹克和卢干斯克 而在中共方面 他在台湾安置一些类似的分裂台湾社会的势力 也是不会让人惊讶 那么您认为台湾在这方面 是有所警觉并有所举动吗 有 就是这同样是台湾跟乌克兰不同地方 而且台湾也是比较幸运的 毕竟中共他就是对台湾采取这种敌意行为 还有就是所谓的政治作战 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广例讲的是认知作战 已经73年了 从1949年 中共就不断地对台湾实施所谓的统战 那当然在英文里面讲是比较接近 political warfare的部分 所以台湾在这方面是算是挺有经验的 事实上我们看到澳洲的 就是参谋长还有美国的一些高阶的一个政治跟军事的精英 也都说要重启他们在1960年代放弃的这种 震战的一个就是防卫能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台湾对于中共的这种渗透 或是内部的这种在地协力者 会强化防这个防御的力量 事实上是这样子 因为台湾在1996年开始第一次总统直选 走向民主化 所以会对于以前这种就是这种防备 包括这种间谍 或者是说在地的这种内部渗透 会比较有点就是过犹不及的一个忽略 认为那是民主或者是言论自由的一个部分 但是现在台湾已经快速的修改相关的法律 我想这个会很好的就是防治中共的这种渗透 但是台湾是民主国家 所以还是会坚守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这所谓的一个 这个部分 就是民主最重要最珍贵 就是这个叫做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 然后再谨慎 而且就是精确的过滤出来 哪些是可能的这种认知作战 或者是说敌方的这种渗透 这些我相信我是很有信心的 其实不只台湾 也包括澳洲 也包括欧盟 也包括美国 在这五年之间 就是从2017年开始 都逐步的强化这一种 就是对于俄国或是中共渗透的这一种防备 这就是民主国家的韧性 我们从历史来看 民主国家会遭遇很多挑战 但是最后获胜的都是 就是民主国家不是这些威权国家 不管是早前的二次大战的德国 纳粹德国 或者是冷战时候的苏联到现在的中二这种轴心 我想他们可能会有短期的一个胜利 因为毕竟他是一言堂 他可以瞬间集中 就是整个国家的力量 可是中长期而言 他们的就是耐力不够 我们用赛跑来比喻的话 就是假设他是马拉松 那最后胜出的就是这种 就是韧性比较足够的民主国家 这次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结果 可能会对中共攻打台湾的决定 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作用呢 有我想会让北京更小心的谨慎行事 这次普廷先生 我觉得他是转错了俄罗斯轮盘 就是这个军事冒险行动的 就是代价跟风险太高了 事实上从客观角度来看 这个时节是不适合俄国发动 就是军事行动的 原因是那个乌克兰的土地是 比较泥泞在初春跟那个秋季的时候 所以普丁他发动这种 所谓的闪电战 他要做的是一个战略心理战 我们说的震撼与威责 就是Shark and all 他想要快速的这样子打击 乌克兰的民心士气 他以为就是可能可以在一周到两周之间 乌克兰就会投降了 这样子他就可以用很少的一个军队 就可以取得政治成果 可是结果当然出乎意料之外 那同样的我想就是台海战场 这是我们刚才讲是一个海空的背景 比乌克兰这种地面战更为复杂 所以如果说到这个就是恶乌战争对中共的一个就是影响的话 我想会让他更谨慎的就是不要采取军事的冒险行动 那包括军事上的失败 还有民主国家目前我想就是高度的团结 就是经济的制裁 这个如果说用在中共身上的话 他产生了这个制裁的这个效应跟影响会更为巨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就是北京 他如果要把他连接到 就是说会不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我的观察跟一般人是比较不一样 他更不会说学习普丁这种轻率的冒险行动 而是会更谨慎的去思考 他要采取这种侵略的方案 那这就是取决于就是台湾的防卫力量 就是还有就是说台海的这种战场环境 都不适合中共采取这种所谓的 闪电战或闪击战的方法 在刚刚过去的几天 美国有两个代表团访问台湾 您觉得这对台海局势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是主播我想当然很谢谢这些美国友人 特别是拜登政府 他派遣的这个米勒前参谋首长主席 还有就是一些安全官员的这个 我们说这个是特使团或代表团也好 然后还有就是前国务卿蓬佩奥 他的这个访问 他们都带来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就是说对于盟邦的承诺 还有就是说对于嚇阻中共的这种军事冒险 我觉得这很重要 但是相对更重要 我觉得台湾也要传出自己的信号 就是我们不是一个freerider 台湾绝对不会是一个安全的依赖者 我们要传出的讯号 也就是说台湾会防卫自己 有决心有意志 而且有投入这个资源 所以我个人解读并不会太重于就是说 外界说美国传递了什么讯号给你 反而是台湾要传递什么讯号给民主世界 这一点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目前也还算是很成功 因为台湾的蔡政府也包括苏贞昌院长 他们都就是传递这种就是台湾会勇敢的面对挑战 我们会保惠我们的生活方式 还有民主跟自由 我想这样子才是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 万一中共真的决定攻打台湾的话 您觉得台湾最期望美国做什么 中共要靠自己的力量打下台湾 难度都会比乌克兰的情况难上个十倍百倍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情境就是 这个共军他要登船要渡海 然后再做这个最后的登陆 不是像乌克兰步兵走路 战车就是直接都可以开过这个国境 那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然是要 就是依靠自己是最优先的 那其次美国可以做的 我想就是如果他可以就是 有军事上而直接的就是协助 那当然会更好 不过我真的是这样认为 我个人认为我不会把自己的希望 就是寄托在敌人的善意 或者是朋友可以就是有什么协助 我所有的焦距 我所有的研究 所有的关联都只有 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 会比我对美国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更为重要 好 针对这个话题 您还有什么想要对我们观众朋友说的吗 我想最后一个就是说 很重要就是台湾的一个诉求 最重要的是反共不是反中 这个千万不要被中国的北京 他的这种认知作战所影响 这一点是最关键的 第二个就是中共 他向来就是甩锅 他指责台湾所谓的台独 或者是中华民国是所谓的华独 是一个偷换概念的一个做法 事实上分裂中国的元凶是中共 他在1931年成立苏文安共和国 这是第一次分裂中国 那第二次当然是1949年的武装分裂了 所以现在倒兵为国 来指责 我觉得是全球的华人必须去注意的 毕竟中华民族 或是所谓的这个中国人 他们也有权利就是享受这个民主跟自由 因为只有民主跟自由 可以监督避免政府的力量去危及每个个体 每个个人的生命 还有就是他的财产安全 财产安全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防卫台湾 并不是一个就是抽象的概念 而是把这种民主制度跟自由的人权 就是希望以后其他的华人也都可以有可以共享 这一点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好的 谢谢您苏先生 谢谢主播 观众朋友 您对苏子云所长的分析怎么看呢 欢迎您留言跟我们分享 如果您喜欢这个访谈视频的话 也请您点赞和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星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